张柏车最大的靠山不是公公谢贤,不是大佬像华强,而是这三个男人。 第四胎要赖。 张柏车坦言将要个女儿,原因令人心疼。 48岁还要再生三胎。 谢霆锋王妃一同前往寺庙,花八千万句子祈福。 张柏芝想必小伙伴们应该都很熟悉吧,毕竟张柏芝的名气还是非常大的。 早在18岁的时候,张柏芝就已经是当时男人们的梦中情人,颜值即使放在香港最巅峰的时候,张柏芝也绝对是最漂亮的女星之一。 然而却因为一件事情的,导致张柏芝的视野一落千丈,甚至直接被逼退出娱乐圈。 不过现在张柏芝已经复出,人气和热度虽然比不上最巅峰的时候,但也不容小觑。 众所周知,娱乐圈很现实,而张柏芝付出还有这么高的人气,背后没有靠山是不可能的。 那么张柏芝的靠山是谁呢? 有人说是张柏芝的公公谢贤,毕竟当年张柏芝和谢霆锋结婚的时候,谢贤对张柏芝这个儿媳妇非常的满意,甚至在婚后对张柏芝比谢霆锋还要好。 张柏芝,张柏芝为谢家生下两个儿子后,家里的地位更是水长船高。 即使张柏芝离婚之后,谢贤依旧对张柏芝非常好。 当然还有人说是香港的大佬向华芝,毕竟虽然现在很多消息都是向张柏芝和向华芝闹翻,但曾经的向华芝绝对花了很大的功夫去碰张柏芝。 而娱乐圈又是非常复杂的圈子,谁都不管确定张柏芝和向华芝是否和好了。 然而张柏芝最大的靠山不是公公谢贤,不是大佬向华,而是他的儿子。 张柏芝为了两个儿子不得不努力地工作,而这两个儿子无疑是张柏芝最大的支柱。 如今张柏芝的第三个儿子也已经顺利产下,不得不说有三个儿子陪着他,这是张柏芝最幸福的事情。 第四个儿子也已经顺利产下,不得不努力地工作。 第四胎要赖。张柏芝坦言将要个女儿,原因令人心疼。 女明星的婚姻孩子情况,一直都备受瞩目。 就在去年12月份的时候,已经单身很多年的张柏芝,居然被曝声下了三胎,这件事情一出,真的是让人匪夷所思。 有许多的粉丝都说这是谣言,不可能的事情,因为自从他单身了以后就再没有谈过恋爱,何来的孩子呢? 这件事情所有人都不相信,但是当事人却站出来大方地承认了,并且还晒出了为孩子庆祝满月的照片。 所有的粉丝都惊呆了,以前不相信这件事情的人也只能相信了。 有了孩子,人们又把视线转移到了孩子父亲的身上,因为这位男子到底是谁也成了一个名团。 有很多的人说,也只有张柏芝能做出这种突然生字的事情。 对于这件事情,许多的人都充满了疑惑,因为今年他已经38岁了,在离婚了以后,两个儿子都归在他的身边抚养。 本来一边工作一边照顾两个孩子,就已经非常辛苦了,没想到他居然又生了一个儿子。 其实他这个孩子并不是凭空嫁到,早在一些采访之中,他就透露了自己要生三胎的消息,当时他说自己从小就生活在没有爱的地方,所以感觉只有不停地生孩子才能让他感觉到有爱人陪伴,以这作为生孩子的原因,感觉无比自私。 在综艺节目之中,他把男人比作为生死机器,也表示自己是必要生出一个女儿来,并且这也是他的最高心愿。 18年的末尾,她终于又盼来了一个孩子,但是并不是心中所想的女孩,所以这位不服输的女人,在19年的第一天就发布了自己一定要完成心愿的动态。 看来19年他也不会闲着,还会继续生第四胎,不知道什么时候他才能换来一个女儿。 希望他能够改正自己的态度,毕竟光有妈妈的家庭,孩子们也不会幸福。 48岁还要再生三胎,谢霆锋王妃一同前往四庙,花八千万巨子祈福。 张白之声下三胎后,谢霆锋和王妃两人的感情状况一直备受关注,众所周知两人来了一次世纪大复合,却一直未给对方一个正式的名分,恋爱多年还是以情侣自居,不稳定性太高。 当年两人也是一直恋爱不婚,各自嫁娶,如今还能复合确实不容易。 五年过去,谢霆锋的前妻迎来三胎,王妃的前夫迎来新恋情,而这两位还是一直像老夫老妻,没有一点波澜。 不过近期,王妃被传怀孕的风声很大,因谢霆锋在前段时间街头卖场。 家人全部捧场,谢霆锋和谢霆锋两人一起戴着王妃准备的围巾,却不见王妃的身影,就此可以看出谢霆锋是已经同意这两人的恋爱,一改之前是不承认王妃进门,这样的反差当然让大家浮想翩翩。 王妃已经48岁高龄,而谢霆锋37岁正值青春年华,再要一个孩子完全是没有问题,两人虽在之前的家庭拥有自己的孩子,却没有自己亲生的来得亲,两人当然在孩子上面是期待满满,不过王妃的这个年纪确实很尴尬。 近期有人拍到谢霆锋携王妃一起来寺庙花下八千万祈福,期望迎来属于自己的孩子,这点让人唏嘘不已。 虽说粉丝期待两人迎来属于自己的孩子,但王妃的年纪摆在那,再生三胎,这点太难,高龄孕妇的危险太高,这也是两人为何来寺庙祈福的原因。 对此有记者采访张柏芝关于谢霆锋和王妃要三胎如何看待,张柏芝直接回复了一句不关我的事。 看来他早已走出前夫那段失败的感情,对他来说看待前夫就是个陌生人是最好的状态。 张柏芝生下三胎感受来自三个孩子的温暖成最大赢家,而谢霆锋和王妃两人还在期待中,想要迎来属于自己的第三胎。 对此你怎么看?你觉得对高龄的王妃迎来三胎是一件好事情吗? 谢霆锋当初为何要放弃两个儿子?父亲谢贤曾这样回应。 谢霆锋和张柏芝当初是娱乐圈的金童玉女,一个长得帅气年轻又有才华,而另一个长得漂亮人气又高。 二人婚后还连续生下了两个儿子,可谓是非常美满。 然而可惜好景不长,或许是真的没有那么长的缘分,后来他们离婚了,也让很多人直呼不相信爱情了。 不过比较奇怪的是,为什么离婚后,谢霆锋当初要放弃两个儿子呢? 而是把抚养权都给了张柏芝,毕竟一般的父母在离婚后,肯定是希望孩子跟着自己的。 更何况谢霆锋本身也比较成功,也很有钱,养孩子也完全不是问题。 对于这些或许有很多的原因,可能有谢霆锋和张柏芝本身死人的一些原因。 不过作为谢霆锋的父亲,谢贤对于这个问题曾这样回应的,他说,他知道谢霆锋虽然要更加成功,抚养孩子的经济能力也更加高,可是却还有点贪玩。 但相反张柏芝看似是一个女子,比较柔弱,但是在面临一些大事大非问题的面前时,她还是非常有主见的。 也可见谢霆锋还是一个比较公平公正的人,或许这也是为什么即便在离婚后,谢贤要想见孙子了,张柏芝一般也会带孩子过去的原因吧。 而根据后来的事实也的确可见,张柏芝不管其他方面怎样,但是她把两孩子照顾得比较好。 其实张柏芝原生家庭并不幸福,所以或许她才想要更加努力去给孩子尽可能多的温暖和陪伴吧。 其实对于离婚的夫妻而言,孩子交给谁带,应该一切已为了孩子更好的原则去执行。 而不要因为只知道要孩子,但是却照顾不了孩子。 如果一方可能出钱,但没那么多时间陪伴孩子,而另一方挣钱能力没那么好,但却可以照顾好孩子。 这样分工也未尝不可,毕竟不管夫妻双方怎样,孩子永远是我们最爱的人。 好了今天的娱乐文章就到这了,感谢大家的阅读。 小编以后每天会继续给大家推荐相应的文章,大家如果喜欢的话,可以关注一下小编哦。 如果有什么想法,欢迎在下面留言评论。 图片来自网络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